曾经红极一时 晚景如此凄凉 刘德华探望他时失声痛哭 月亮搭搭2018年1月27日20点03分16秒 娱乐圈就是社会的一个 歌影 这里高手如云的同时也会有很多碌碌无为之人 也有年轻时期红遍大江南北现在是无名小卒的 像昙花一现一样 转眼就被遗忘了 就像夜上海唱的情景那样 灯红酒绿有 碎生梦死也有 努力在底层挣扎的也比比皆是 今天你是所有的闪光点 明天说不定就身败名裂 风华正 冒时你可能骗约不断 色衰年老时也可能无人问津 刘家辉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刘家辉在七八十年的的时候也是一代巨星 很多人应该还对他饰演的古天乐版本的《神雕侠侣》 《金轮法王》有印象 出众的演技把《金轮法王》的狡诈刻画得入目三分 还曾经和星爷搭戏演的《夺命书生》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 之后他的事业就一片光明 也接了不少的戏份 但是 后来由于退出了娱乐圈 所以名气就大大的缩减 而且由于年轻之时拍戏太过拼命 不注意身体 所以年老 乐各种毛病就出来了 这也是年轻的时候埋下的隐患啊 年老了病魔缠绕 现在还导致了瘫痪 人家都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用来诉说刘家辉的遭遇再合适不过了 他的妻子因为不想背负照顾瘫痪的刘家辉这个重担 而选择了离婚 所以刘家辉又成了孤寡老人了 再看现在刘家辉的现状 根本无法和之前孔武有力的形象对上 前后差别太大 本以为这样一位演技很好的的明星应该会过得还不错 但是却是相反的 她晚景凄凉 没人照顾 只得进住了养老 愿 家里子女为了争夺财产闹得分崩离析 助理也背叛了她 现在可以说是妻离子散 子女也没人去管她生死了 刘德华得知她的状况 和新年一起前去探望这个曾经的合作活 半 看到判若两人的朋友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也是极具心酸 她们回忆曾经的风发意气之时 再看看现在 都失声痛哭 实在是非常的心酸刘家辉如今的情景 不过也带动了很 多人为她捐款 照管她的生活 这也是个好的现象 现在在回顾之前的影视剧 谁能想到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这就是我们下集 vida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